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想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 不要被境界所染污 所谓染污就是动心 其贪嗔吃慢 这个就被染污了 顺自己心的起了贪爱了 你染污了 不顺自己心的起了诚慧了 你被诚慧染污了 主要想的 气情无欲就是染污之下 染污的样子 如果我们对一切境界里面 不齐气情无欲 保持这个心的清净平等 对境界一切寥寥分明 该做的我们尽心尽力去做 做得圆圆满满 这个心就是清净心 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才能够深净土 与净土就相应了 清净就是决定的染污 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 都要被染污了 什么叫染污呢 你对于一切事物分别执着就是这样 齐心动力也是这样 齐心动力越染得清净 分别执着越染得重 分别执着里面 如果齐疗贪嗔痴慢 那就叫严重不上乱 你要是懂得这些道理 了解这个里面的意义国 你自然就不去乱 所以我们修行在哪里修 不能离开环境 离开环境你怎么能修成功啊 人事环境里面修平等 物质环境里面修亲近 这叫真功复法 天天读诵经教 研习经教 那是提醒你 怕你境界现前又糊涂了 又迷过了 那就错了 每一切电流过程 那是天天在测验自己 有没有被境界风洞 物质环境里面 有没有齐心动力 齐心动念的水还无 人事环境里面 齐心动念 那平等就失掉了 像你这个池塘水 它起了风浪 错了 什么时候念佛呢 心里头有念头的时候就念佛 有念都是妄念嘛 不是妄想就是分别 就是知识 这种念头一起来了 赶快一句阿弥陀佛 把念头打掉 这叫念佛 念佛是恢复自己的亲近心 恢复自己的善心 不在乎多少 心底果然纯净纯善 一句佛好不念 他真的在念佛 什么是佛呢 亲近平等绝守 十善业道守 他在行佛之道 那叫念佛 所以诸位一定要会念 我们在顺境里面 善缘里面 齐一念贪爱的心 马上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打掉 恢复清静平等绝 永连保持清静平等绝 如果在逆境 卧云 齐了一念成贵心呢 赶快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打掉 这叫慧念念 这个念佛 功夫真正得力了 要把你的清静心念出来 敬宗法文古德经典上都讲 心静则佛图心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就是心静 你就感应的佛图心 这是净土的原理 所以敬宗修学的法文很多 无论哪个法文 你都要记住 要把清静心修成 一切时一切处 日常生活 厨师带人借屋 不夹杂往下 那你就得三位 三位也叫正面 你要是明了 你就会用功了 你会用功 你一定得到很好的成就 你要不会用功 敌人夹杂往下 我们修福 到底修得怎么样 看什么 清静心 我们的心 是不是比以前真的清静 清静心 没染污啊 圣经里面 不受境界任务 那就是没有贪念 在顺境里头 一丝毫贪念的念头都没有 在逆境里面呢 一丝毫成灰的念头都没有 你的心 像池塘的水一样 永远保持着风平浪静 没有染污 要想到外面境界 顺境逆境 我缘 善缘 统统是外面境界 顺境逆境 来摧烟你的心 清不清静 善缘 我缘呢 看你的心 平不平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静 预言之道 静是将物质环境 预言是人色环境 无论是什么 物质环境 人色环境里面 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静心 什么叫清静心呢 阿弥陀佛 你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就是清静心 这叫做专修啊 这种修法 就是古达德所说的 万修万人区 对 call 再不成功 优秀的